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报名 本期重点介绍轰-6轰炸机的研制背景 新中国成立之后 中国空军结合当时的国内外形势 引进苏联的图二图四轰炸机 组建了轰炸航空兵 并且在捍卫国家统一或领土完整的各次战斗中 立下了汉马功劳 随着航空技术的发展 我国开始着手引进喷气式的轰炸机 1963年正式启动头十六仿制工作 第一架轰-6原型机在1966年的10月完成 1968年在毛主席生日的前夕 轰-6首飞成功 并且在第二年批量土产 国产化的轰-6轰炸机试制成功 结束了中国不能制造中型轰炸机的历史 轰-6的第一个改进型是轰-6甲 第一架轰-6甲曾参与空涂原子弹的爆炸实验 甲型正式土产以后 主要作为常规轰炸力量使用 由于早年间我国的大飞机平台十分单一 轰-6原型机不得不发展出多种功能机 以填补各个方面的空白 轰-6以就是典型 作为一款侦察机 轰-6以在基辅炸弹舱内 安装了三台大型侦察用的照相机 并且改进了导航、通信、飞行控制、自动驾驶等设备 同时轰-6朝另一个方向被改造成电子干扰飞机 也就是轰-6丙 通过加装主被动干扰设备 雷达探测对抗设备等 使空军具备了空中电子对抗的能力 此外轰-6还被改装为靶机的母机 主要改进为加装一对腋下的挂架 用于挂载两架靶6高空超音速的无人驾驶靶机 之后根据海军的需求 西飞开始将轰-6改装为导弹攻击机的研制 也就是轰-6钉 也就是轰-6D 导弹攻击机与传统的轰炸机不同 传统的轰炸机 机和弹之间的接口关系比较简单 由于炸弹本身没有动力 而且基本上不会进行空中主动的调资或者追踪 所以对飞机没有特殊的要求 而导弹攻击机在要求载机有配套的挂架 机载雷达以及导弹的火控装置 轰-6D主要作为反舰导弹的载机 装备了C-601、C-801等多种反舰导弹 之后轰-6D进一步改进 应中国空军的需求形成了轰-6H 加装了对地雷达这儿 可携带空地导弹执行防区外的打击中 应海军需求形成了轰-6G型 轰-6G通过对飞机的火控系统的进一步改装 使飞机具有了投放精确制导武器的能力 同时增加挂弹量 提高飞机对中远程目标的打击能力 使中国海军航空兵部队重要的中远程对海对地打击飞机 除了作为轰炸机、侦察机、电子干扰机、把弹的母机、导弹投放机之外 轰-6还被改装成为了空中加油机 也就是轰-6 这款飞机在意下加装了两个软式加油吊舱 能够为歼8空中加油型的战斗机进行 空中加油 这款型号取消了轰炸舱、尾炮等战斗设备 加装了空中测距、气象雷达等辅作设备 全机可载油37吨 输油18.5吨 大概是够6架歼8D空中加油 诸多的子弦号当中分量最重的当手轰-6K 轰-6K换装了新型发动机以后 载弹量大幅提升 最多可以挂载6枚AKD-20空射巡航导弹执行打击任务 这让中国空军的远程打击能力成倍提升 轰-6K最大的航程从5800公里提升到将近9000公里 让中国空军越走越远 使守卫南沙、突破岛链、绕岛航行成了一个常规的操作 而进一步升级的轰-6N 已经在国庆70周年阅兵式上亮相 具备了空中加油的能力 轰-6N可以飞得更远、挂载更多